又气又可爱的狗狗 真的是会让人每天都不一样的惊喜 尤其是当它们化身共读生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又可爱又无奈呢 大家好,我是狗哥 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只带着弟弟俏家 出去买玩具的调皮狗狗 国外的一位四主盖比 他这天回家的时候 就发现自家的黑白狗狗强尼 竟然与黄金弟弟一起失踪了 重点是出门前 它们明明在一起在后院玩耍 自己才出门不到五分钟 怎么就这样不见了呢 就让爱比是忧心不已 他立刻冲出门开始寻找 而他找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狗狗们最爱的玩具店 结果你猜怎样 它们还真的就在玩具店里呢 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爱比就这样冲进了宠物店 一进门就发现了自家两只狗狗 现在在里面挑玩具 重点是当他与强尼对到眼的时候 强尼紧紧闪过了一丝愧疚 随即立刻回归燦销 一脸开心的模样 似乎就是很高兴 妈妈要来付钱把玩具给带回家啦 看到这两望这开心的模样 你们难道不知道 刚刚的妈妈是有多担心吗 只能说养到这样的鬼灵精 心脏真的要很大磕呢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明天见啰 她也会有多担心的